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传说我们今天玩到的大富翁游戏 买光土地 干死对手 这其实彻底违背了他的发明初衷 想象一下大富翁为什么被叫做友情终结机 当你在游戏中穷困潦倒的时候 是不是恨透了那些无情支配你的大地主 而当你在游戏中买光土地变成地主的时候呢 是不是又极度享受那种柔令对手的快感 有钱才是人上人 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在小时候玩大富翁的时候 首次体会到的一条人生硬道理吧 但事实上120年前大富翁诞生 其实正是为了反对这种拜金现象 会是怎么个反对法呢 原来当我们一步步深挖大富翁的历史 竟然会发现一个被隐藏的黑暗秘密 先回到1933年 美国费城的一所住宅当中 一个失业的空调推销员正在埋头研究着什么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时期 很多人都失业在家 对于空调推销员也不例外 他叫做查尔斯达罗 年过四十遭遇古灾 财富被清空以后关灯吃面 他现在靠打零工养家 但即使这样呢 工作机会还是少的可怜 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待在家里 看不到什么希望 但这会儿他埋头在一个棋盘上写写画画 眼睛里似乎充满了光 不久以后 他就把自己设计的棋盘拿出来和家人们分享 果然这款游戏简直太有魅力了 很快就从家人传到了邻居又传遍了整个社区 两年以后 到了1935年的时候 游戏就火遍全美 达罗也咸鱼翻身 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身价千万的游戏设计师 他设计了这款游戏 就叫做大富翁 迄今为止 全球销量7.5亿套 是当之无愧的游戏之王 如果再算上他的各种改编版 保守估计 1935年至今 已经发售了13亿套 平均每年1500万套 这几乎和圣经是一个数量级的销量 所以 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励志 从失业人士到顶级富翁 似乎一切都那么符合商业传奇的套路 但是呢 这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大富翁真正的发明者 被无情的抹杀了 他叫做伊丽莎白马基 一个勇敢的20世纪旅行 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游戏风靡全球 但同时 如果他知道大富翁游戏 会以这种方式风靡全球 那他一定会更加悲伤 因为他当初发明大富翁 就是想揭露垄断巨头的罪行 但万万没想到 垄断巨头们 却把他的大富翁 变成了一款侧头侧尾的垄断游戏 就像他的英文名称一样 这个单词在英文当中正是垄断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 这背后的一切故事 大概还要从170多年前 这位叫做乔治的经济学家说起 时间回到1854年 在印度洋上 15岁的乔治亲眼目睹了 一场惨烈的水手判断 他躲在箱子里逃过一劫 判断平息以后 他看着那些即将被审判的水手 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懒受 因为乔治和这些水手一样 出身卑微 13岁就不得不辍学打工 他知道水手们为什么判断 也知道他们的生活 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但是15岁的小乔治 什么都做不了 他只能上岸以后 默默的发誓 再也不出害了 那些懂断资源的打船东 绝对是一个一个的恨角色 之后的十多年 乔治一直生活在 加利弗尼亚的最低层 他被迫上街乞讨 也曾经试图抢劫 但好在26岁的时候 他被旧金山时报搜留了 给了他一份印刷工的固定工作 接着 乔治的天赋就一点一点的显露了出来 原来 他是一个天生的新闻人 不仅的一针见血的指出社会问题 还能够用激情的演讲和犀利的文字 来准确的向人们传达自己的思想 果然 到了1867年的时候 年仅28岁的乔治 就成了纽约时报的总编辑 这个时候 乔治可谓是风光无限 很多暴夜巨头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但是 乔治在他32岁的时候 竟然拒绝了一切暴夜巨头的好意 悍然离职 创办了自己的旧金山每日晚报 这是一份面向大众的反垄断刊物 就像乔治在20多年的底层生活中看到的一样 他把那些随着我们的遭遇 还把穷人们的问题全部归结于一个根源 那就是垄断 他认为正是巨头们垄断了社会资源才导致眼前的问题 一边是巨额财富 一边是食不果腹 很显然 乔治则是要打烙天宫 不仅仅是报业巨头 哪个垄断资本不想一巴掌拍死他 果然四年以后 三十六岁的乔治就不得不面临破产清算 他为了救自己的报纸 甚至再次上街乞讨 但巨头们并没有放他一条生路 乔治再次变得一贫如洗 但同时他却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 接着在乔治四十岁这年 他又出版了一本神书 叫做《进步与贫困》 书籍狂销三百万册 他在书中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述了一个最简洁有利的理念 那就是反对土地垄断 他认为一切不平等的根源 都来源于巨头们对土地的垄断 土地本来应该属于地球 属于全人类的公共资源 但是当巨头们垄断土地以后 他们就能用各种变相的方法 把依附在土地上的民众 全部变成奴隶 而如果想打破这一切 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让政府强制向土地所有者们 征收高额的土地税 然后再用税金反馈给整个社会 据说当时有一句美国谚语 还是马克吐文说的 叫做买地吧 因为土地已经停产 就这样 乔治的理念一夜之间席卷美国 人们甚至高呼着乔治主义的称号 发誓要把他送上纽约市长的宝座 1886年 47岁的乔治在竞选中 击败了后来的美国总统脑罗斯福 但万万没想到 他却输给了一个钢铁实业家 修伊特 1890年 51岁的乔治再次竞选 结果他却在巡回演讲当中意外中风 不得不提前退出 7年以后 58岁的乔治第三次竞选纽约市长 他说 哪怕我死 也要竞选 就像乔治已经提前预感到了什么样 果然在竞选开始前的第4天 乔治死于第二次中风 接着在乔治的葬礼上 有十多万人聚集到了纽约市的中央工 半个纽约都挤满了人 纽约时报甚至报道说 就连林肯当年也没有比他获得更广泛的罪道 然而 一切热情还是随着乔治的离世 渐渐平息了下来 只有乔治主义的理想 还在暗中悄悄的发酵 比如我们故事的主角 达夫翁的发明人 伊丽莎白马基 他就是一个乔治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1902年 36岁的马基依旧单身 这在当时非常罕见 马基23岁大学毕业以后 就一直在做一份大自圆的工作 但事实上他的理想和乔治一样 是想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而这在当时了 基本上就是一项与女性绝缘的工作 在别人看来 马基特立独行 他甚至还离经叛道地宣布过 自己是一位女权运动和乔治主义的支持者 他不用丈夫 也能靠自己养活自己 除了打字员的工作了 马基还创作过短篇小说舞台剧 甚至还搞专利发明 他发明过一种 让纸张能够快速通过打字机的滚筒 并且获得了相关专利 而在当时了 女性只占所有专利申请人当中的1%不到 马基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王子县 有一所自己攒钱买来的房子 还有几亿亩的土地 为了节省开支 他把自己的房子 合租给一位男演员和一位女仆 除此以外 社区里还有一些像牛奶厂老板 商店小贩 水手 木匠和音乐家这之类的人 他们平时和马基走得比较近 马基也像乔治当年一样 经常就跟他们讲一些先进的理念 比如 平等使用土地的权利 就和平等呼吸空气一样 只要作为人而存在 就理所当然的拥有这种权利 这是乔治主义的精髓 而马基之所以会成为乔治主义的信徒 这和他的父亲也脱不了干系 马基的父亲比乔治大12岁 曾经也是一位暗中支持乔治的新闻人 父亲还曾在1850年代的时候 陪同林肯周游美国宣扬废除奴隶制的理念 所以在马基读大学的时候 父亲就送了他一本乔治的进步与贫困 这让马基深受鼓舞 在他看来 自己虽然是女性 但也要继承乔治的衣钵 继续传播他的理念 但是就像社区里那些普通民众一样 自己如何才能让他们轻松愉快地理解乔治主义呢 短篇小说吗 舞台话剧吗 其实这些马基都试过 不能说毫无用途吧 但终归是换回邻居们那些报应礼貌的微笑 终于有一天 在1902年的时候 马基突然来的灵感 何不涉及一种棋牌游戏了 于是马基就设计出了最原始的大富翁 被他命名为地主游戏 这里是一份马基于1904年获批的美国专利 专利中的棋牌已经和后来的大富翁棋牌几乎一模一样 环形的线路代表周而复始的循环 棋牌中的地球代表着乔治主义的理念 为地球母亲而工作 每当玩家们走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就将获得100美元的工资 玩家可以在棋盘上购买土地 然后再用土地的租金来累积财富 同时地图上也有各种监狱挑战之类的格子 如果玩家走进去 也将面临一定的惩罚和挑战 这好像和现在的大富翁是一模一样 那他究竟如何传播乔治的理念呢 其实在大富诞生之初 马基设计了两种玩法 一种叫做繁荣 一种叫做垄断 在繁荣规则下 土地属于所有玩家 而在垄断规则下 土地属于私人玩家 垄断规则很好理解 和现在的大富翁一样 土地属于私人 玩家获得的标志就是在棋盘上 一家堵大垄断资源 再把其他的玩家都干破产 这种掠夺和荣令的快感很让人上瘾 但是在繁荣模式下 土地属于所有玩家 虽然这听上去有点符合乔治的理念 但问题是土地属于大家游戏还怎么进行呢 原来在繁荣模式当中 马基的规则是 当场上最穷的那个人 也能赚到初死资金的两倍的手 那么游戏宣告结束 获胜的并非单一玩家 而是参与游戏的每一个人 是大家共同努力为全体玩家创造了财富 有点像现在网络游戏PVE下副本的感觉 当时马基刚刚发明游戏的时候 是这么像设所有权 由私人转换为全体所有 那么我们就进入了繁荣模式 游戏中的土地收入 将平均分配给每一位玩家 慢慢的你们就会发现 那些濒临破产的玩家 也可以在大家的帮助下 很快就积累出原始资金的两倍 这就是大风游戏的最初玩法 马基介绍完以后 社区里的那些人就开始玩了起来 但是玩着玩着 马基发现 玩得最投入的是那个水手和小贩 他家总是在《斗断模式》中玩得慷慨一样 但到了繁荣模式就哈欠连天 于是到了1904年 马基在第一次为游戏注册专利的时候 特意将《斗断模式》和《繁荣模式》分开 玩家可以自行选择以哪种模式开局 或者按照《先垄断后繁荣》的标准模式进行 后来在1923年 马基第二次为游戏申请专利 他又特意加了一句话 说游戏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娱乐 更向玩家们说明 在现行的土地私有制度下 地主如何比其他人更具有优势 以及如何利用乔治主义的土地税收政策 来抑制土地投机 慢慢地马基这个地主游戏在小圈子当中传播了开来 最早接触他的也是几个乔治主义深厚的地区 比如哈佛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还有沃顿金融学院和宾大的经济系 在这里 教授们会把地主游戏当作一种教剧介绍给学生们 与此同时 地主游戏还打入了美国东北部的桂格会社区 桂格会是美国南北战争中 坚决支持林肯反对卢尼兹的一个教诲 他们思想进步理念先进 费城的别名就叫做贵阁城 所以一切故事又回到了1933年的费城 那个失业的空调推销员 突然有一天在贵阁会社区那里 被朋友安利了这款游戏 这幅圆形的棋盘就是那个空调推销员达罗 最早绘制了手工大蜂棋盘 他删除了那些什么地球母亲 全员繁荣的乌托邦设定 他认为垄断模式才是最符合人性的玩法 现在经济大萧条 谁不是日夜想着如何赚钱呢 如果他们在现实当中实现不了这个梦想 那我就在棋盘上帮他们创造一个虚幻的斗兽场 让大家在这里面用最原始的面目去拼搏 到最后只有一个玩家获胜 那就是垄断最多土地 蹂躏所有对手的强权 这才是真正的大富翁啊 果然达罗的理念很快就让地主游戏 从高伦的贵格社区传播到了千家万户 但是当达罗想更进一步 把游戏专利卖给那些玩具巨头的时候 他却碰壁了 原来这天达罗抱着自己的棋盘 找到了帕克兄弟公司 这是当时的玩具巨头 但没想到公司经理对达罗的棋盘一点兴趣都没有 达罗连续三次拜访都被巨子门外 达罗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跟社区的朋友抱怨 看来我们的游戏是卖不出去了 但朋友却有意无意地说 你是不是没把游戏规则说清楚啊 达罗一激励 他突然意识到 对啊 隔行如隔山 自己不过是个空调推销员 帕克兄弟公司一定比自己见多时光 他们没准早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地主游戏 但我现在要卖给他们的并不是什么地主游戏啊 我要卖的是大风 是懂断者的游戏 想通了这一点 达罗第四次写信求见 心中开门见证地说 这是一款垄断者的游戏 玩家在棋盘上扮演垄断徒弟的强权 通过打压对手 让其他人全部破产 来获得最终的胜利 他的名字就叫垄断 果然 一周以后 帕克兄弟亲自约见达罗 他们说 二十多年前就有人向自己兜售过这款游戏 不仅规则复杂 还道具繁多 就像个经济学院的教具一样 所以你是如何改进这款游戏的呢 这当真是被达罗猜中了呀 原来早在1906年的时候 马基就和几个朋友成立过一家小公司 他们在社区和学校成功推广地主游戏以后呢 也曾在1910年前后 接触过帕克兄弟公司 马基当时也想借助帕克兄弟的实力 让他的游戏被更多人知道 并且从中学到一些道理 然而 就是这个并且出了问题 马基当时坚持必须在游戏中 同时保留垄断和繁荣两种玩法 还要求在棋盘和说明书当中 明确地写出乔治主义的理念 但帕克兄弟则认为 马基太高冷了 他根本就不了解玩具市场 于是 双方的合作并没有达成 帕克兄弟也将地主游戏 列入了不再考虑的投资对象 但这会儿达罗轻松地说服了帕克兄弟 因为他帮马基删除了繁荣模式 还加入了很多让玩家们互相厮杀的细节 更重要的是 他的游戏重新取了一个名字 垄断 帕克兄弟约达罗一周以后再一起吃早餐 因为这期间 他们还有一点小问题 要先处理一下 这天是1935年的某一天 69岁的马基无二无女 他突然收到了一封帕克兄弟公司的来信 信中的内容简单明了 是一张500美元的支票 和一份出售版权的合同书 信中说 帕克兄弟公司愿以500美元的价格 买断马基的三款游戏创意 其中就包括地主游戏 而且还承诺 公司不再纠结繁荣模式的问题 将会按照马基的要求 在齐河中保留所有的说明和玩法 这会儿离马基发明地主游戏 已经过去了30年 都说岁月如飞刀刀刀吹人了 再澎湃的激情也经不起30年的风霜了 这个时候的马基已经与一位 大自己10岁的老伴结婚 虽然他还是坚持着乔治主义的理想 但是摔脑的身体 让他失去了从前的激情 他想了想 签下了这份合同书 因为如果帕克兄弟 能够按照原版发售自己的游戏 这也算是一种胜利吧 但马基万万没想到 这其实是垄断巨头们的一贯操作 叫做保护性收购 什么意思 那就是每当商业巨头们 要压保一个商业项目的时候 他们会事先把市场上 已有的类似项目 全部以低价收购 然后再打张起舞地 推出自己的项目 而那些被收购的小玩家 一般会被他们一点一点圈养到无法呼吸 所以是马基上当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在他签下合同书的同时 帕克兄弟公司正在全美悄悄地把类似的游戏专利全部买断 而且他们还在悄悄地为达罗的垄断游戏 也就是大富翁 申请更加全面 更加具有侵略性的专利保护 就这样 一周以后万事俱备 当帕克兄弟和达罗共进早餐的时候 那个中年失业发明游戏 然后一夜爆红成为百万富翁的鸡汤故事 也已经出现在了报纸上 宣传机器开竹马尼 果然大富翁游戏一夜爆红 而最讽刺的是了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 大富翁最早是因为烦弄断而诞生 却在后来被垄断巨头们 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传播垄断理念 为他们的掠夺和欺骗 摇旗呐喊的垄断圣经 而且还主要是针对儿童的早期教育 所以这种惊世骇俗的操作 就问你服还是不服 接下来还有更惊人的操作 我们继续看 俗话说 自古美人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马其虽然已经老了 但他也曾经是轰轰烈烈的 乔治主义斗士 一辈子反垄断 到头来被垄断巨头们如此戏略 他能忍吗 老伴劝他 算了吧 和帕克公司和解 没准 你那三款游戏还能一直摆在货架上 虽然不如大风火爆 但好歹也把你年轻时候的理念 给传播出去了 何乐而不为了 但马其相信正义 他公然通过媒体发声 揭露达罗抄袭 以及帕克公司用500美金欺骗自己的卑鄙行为 但是帕克兄弟那边也早有准备 他们先是以货架上有缘版地主游戏的说法来堵媒体的嘴 说马其是一派胡言 按合同办事 帕克兄弟公司早就将他的游戏全部发售 但销量频频 他现在完全是因为眼红大风的销量才故意诋毁 帕克兄弟公司的说法毫无问题 确实 在货架上公平竞争 你竞争不过大风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马其依旧不放弃 1937年 他又联系上华盛顿邮报 接受了专题采访 全面指控帕克兄弟公司 这个行为彻底激怒了帕克兄弟 他们决定拿出B计划 再好好地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马其 于是 先是各种小报开始疯狂攻击马其 从年轻时代男友问题 到44岁才嫁人的私生活问题 这些都被小报拔出来 公开诋毁马其 马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而就在这个时候 马其的脑袋去世了 这是他唯一的亲人 痛苦一夜以后 马其似乎脑得不成样子 他这个时候71岁 在尿理完丈夫的后事以后 没想到帕克公司的第二级重拳又来了 他们哭唱着脸说 公司被审查了 相关部门认为 公司由极换游戏过于政治化 要求下架销毁 马其律师很不幸 你的地主游戏就在其中 我们不得不忍痛下架你的所有产品 并且按照要求全部销毁 从那以后 马其和他的地主游戏彻底变成了历史 再也没有人提起 也就慢慢的 再也没有人记得 而达峰浪 则继续一路高歌猛进 直到30多年后 1974年又出现了一位新的反垄断斗士 安教授是一位热学青年 12岁就参加了犹太青年团 反击德国 22岁加入美国陆军 后来又在以色列沙漠当中服役 最神奇的是 他在服役期间 竟然还修完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课程 并且成为了一位经济学教授 然后到了1970年左右 他一眼就看出了大富翁游戏的问题 他认为这种赤裸裸宣传 懂断主义的游戏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 销售给儿童的玩具货架上 但是他只是一个大学教授 能做些什么呢 当然能做些什么 安教授决定重新设计一款大富翁游戏 就叫做反垄断 游戏的玩法很新鲜 有点现在囊人杀的感觉 游戏还是因懂断模式开局 但是在游戏进行到某一个阶段 比如大地主开始蹂躏其他玩家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有新的玩家出现 他们是联邦探员 专门起诉针对这些大地主 在棋盘上打搞反垄断 让棋局慢慢重回公平 这个设计很有时代感的 斯路和马基最初的先垄断后 繁荣的模式非常相似 但是用联邦探员代替了繁荣模式 这让玩家们的体验一下子就更好了 于是反垄断游戏上市以后 安教授也没有想到 竟然一下子卖出去几百万套 这让帕克兄弟公司又坐不住 他们决定起诉安教授 但找了一圈也找不到起诉的罪名 这可怎么办呢 突然一个法律顾问说 起诉他的商标 他叫做反垄断 后门大富翁商标只有一字之差 果然帕克兄弟就以这种无理头的方式 成功把安教授拿下了水 但万万没想到 安教授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他为了这个案子 专门向学校申请了好几个学期的休假 然后又跟自己的律师朋友开始深入研究案件 接着这一研究就出问题了 安教授彻底录了 因为他挖出了大风1935年之前的黑历史 也就是我们前面聊的那些乔治主义和马迹的故事 哦 原来你们这些垄断巨头如此卑鄙啊 那你今天惹上我了 就不要怪我把你们做过的丑事全部抖出来 就这样 案件前前后后拖了十年 在安教授的一波一波的攻势下面 帕克兄弟也越来越招架不住 最终法院判决 由于垄断这个词属于公共领域的词汇 并不构成商标侵权 帕克兄弟公司也和安教授达成和解 那就是允许安教授的游戏 以反垄断的商标继续发行 同时安教授也借助着这场法律大战 重新向人们讲述了马迹的故事 原来就在马迹被彻底消生以后 他又孤独的生活了十一年 在1948年的一个语孽 独自去世 享年八十一岁 去世后按照遗愿 他和自己的丈夫安葬在了一起 再后来帕克兄弟公司也没有笑到最后 由于大鱼吃小鱼的残酷竞争原则 他们在1991年的时候 被另一个巨头收购 这个巨头叫做海之宝 海之宝后来把大富翁改名叫做地产大亨 似乎想洗掉他背后那段不堪的历史 但是改名战略仅仅在英文圈以外获得了成功 这款游戏的英文名至今都叫做垄断 就像一个深深的烙印一样 已经无法改变了 这就是大富翁背后的黑暗秘密 当你重新向你的小孩介绍这款游戏的时候 是否又会在垄断模式之后 向他介绍另一种来自120年前最原始的繁荣模式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大富翁是你的点卷设定 简直是让这款垄断游戏变得更加劣新的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